进入了摩亨佐达罗 现在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古迹的公园 在进去看之前 我先跟大家来简单的讲一讲 这样的话你们看起来也会有一个概念 为什么我那么痴迷的想要到这个地方来 前面有个老先生在给我们做向导 我现在背后的就是他们的这个古地图 你看到了吗 这里写着公园前的2500年到1500年 这一个古城是在那个时代 那我先来说说它的这个时间点 它这个时间点是什么呢 就相当于中国那时候的夏朝 夏朝到现在为止 中国都还没有发现它的遗迹在哪个地方 因为之前我们去了那个叫哈拉帕 哈拉帕那个古城 我之前那个视频里我也说了 怀疑就是以前中国的那个夏朝皇帝 什么都生活在那个时代 所以它这个公年前2500年 也就距今4000多年前 在中国的历史上 它是属于一个人神混居的一个时代 人神混居是什么呢 就是那时候什么福西啊 女娃啊 什么炎帝啊 皇帝啊 什么大鱼之水啊 什么什么什么的都是在那个时候 所以它这个古城的这个出现 就是非常非常的独特了 我们现在接着往楼上走啊 我为什么对这个地方那么痴迷呢 因为这个城市叫摩亨佐达罗 在1922年的时候发现 1922年发现的时候 大家知道吗 没有原子弹这个说法的 对吗 但是在这个城市发现的时候呢 发现了它的岩石 沙漠里的岩石沙漠 有一种晶体 那种晶体呢 科学家来看 就是说要瞬间达到5000度的高温 它才会让岩石成为这种晶体 大家不知道这个东西是怎么产生的 在4500年前 5000年前 那么久以前 它居然能够有这么样的一个高温 直到后来美国做了一个原子弹的测试 是在墨西哥的一个沙漠里 在墨西哥的沙漠里面 引爆了原子弹 然后发现了 哇 原来原子弹爆炸 瞬间产生高温 以后会让它的这个沙子呀 让它这个岩石变成这样的晶体 这个晶体就和摩亨佐达罗 这里的这个晶体是一样的 所以当时大家都吃了一斤 就觉得哇 在这个地方 你在远古的时代 上古时期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然后呢 发生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去翻 翻古印度的书 因为大家知道 巴基斯坦这个地方 那时候是属于什么 印度和文明 然后再接下去 和印度那边都是连着的嘛 然后在印度的经书里面 发现了这个事情 上面有一个非常非常详细的介绍 现在这个向导还给我指一下 它当时所处的这些位置 这些东西都在哪里 这个是摩亨佐达罗 哈拉帕 这个就是我们之前去的那个哈拉帕 哈拉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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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就是这一块区域 其实当时它下面的这块印度 它是包含这块区域的 这边有一个壁画 这个壁画就是当年 摩亨佐达罗的这一个 整个城市的一个样子 把它复原出来的 你们能够想象吗 就是在上古时期 上古时期啊 就几乎就是 我们想象当中 他们应该还是部罗文明的 这种时候 他们已经是有楼房了 而且他们的每一个房子里面 都有单独的洗手间 然后洗手间里面 也有单独的排屋系统 排屋系统是可以直接排到 城市的污水管道 然后还有专门的蓄水池 蓄水池的这一个水 会自动的通到家里去 净水会通到家里去 也就是说有自来水 这个是特别神奇的 然后呢 比较牛逼的是什么呢 印度有两本史诗啊 一个叫摩克婆罗多 一个叫罗摩也纳 这两本史诗里面 他写了这一个故事 因为这两本史诗 他主要讲的是 古印度时期 两个家族之间的一个战争 这个战争规模非常大 书里面也写了 他整个战争是包含了一些 天神啊魔鬼啊 以及人类 其中呢 他有一个章节就提到了 他说 你将误睹 因我的愤怒而生的可怕灾难 烈火将降至犯错之人身上 七天后 他将与子女一起灭亡 他的步兵和骑兵已同 七天内在这个王国 所有的活物和非活物 都将尽数灭亡 地上所长出的所有东西 都会在漫天的灰烬中消失 这个他不是一个巧合 因为当时收到这个警告的王国 就是现在这个 魔痕索大罗 另外啊 在那个摩科普罗多的 这一本书里面 他还记载了 他说 南边天空一道火柱 冲天而起 比太阳更耀眼的火 把天割成两半 空气剧烈燃烧 高温使池塘里的水沸腾起来 房子 街道 水渠和所有生命 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天火烧毁了 你们觉得这个写的是什么 还有在罗摩耶纳里面 写的更夸张 它的是一个诗歌形式的 它是那么写的 它是 一个单一的抛射物 受宇宙力量控制 一大堆烟和火 像成千上万个太阳一样明亮 垂直爆炸 它们形成了扩展的圆圈 让人想起巨型的散 尸体被烧毁了 无法辨认 指甲和头发掉了下来 陶瓷因为无缘无故而崩溃 那些鸟流血了 所有的食物都被损坏了 士兵们跳入溪流中 洗身体和他们的盔甲 你们觉得描绘的是什么 所以听到这里的话 你们是不是就觉得非常的神奇 在古印度的这样的一个史书里面 都记载着这样的故事 而且这个故事在我们现代人看来 就是原子弹 你说对不对 然后这个古城也偏偏就是说 几万人可以容纳 然后在瞬间就是消失了 在这个城市里 甚至都没有发现多少尸体 仅发现了几十具吧 而且这些尸体都是以一种 很奇特的方式 就突然死亡了 有的好像在街边散步的时候 哗一下子忽然就死了 有的好像在那做饭 哗一下子忽然就死了 所以这个事情就特别特别的奇特 让我不远万里跑到这个地方来 我确实也是想看一看 就是在上古时期的文明 你说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程度 这个是个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个事情 然后难怪也有人在那说 说是原来古印度的那些文化 不是现在的这个印度文明 是古印度的文明 他们就是毁于核战争 看到了吧 他们那时候的这一些印章 他们的这些印章 就是当时的文字 发掘出来的这些文字 而且这些文字 跟我们的那个甲骨文非常非常像 就是类似于甲骨文的前身 甲骨文也是这样子发展过来的 这里还有很多 你看有这种玉石 这些都有啊 我们再往这边来看看 你看那时候 他们就已经会用陶器 来做一些鸟啊 一些动物啊 什么的捏起来 玩具 你哪看到骰子了 你看 真的有啊 我们在上一个博物馆也有骰子 对 看到了吗 骰子这个玩意儿啊 就是中国人这骰子 那其实从皇帝炎帝 那史前就有了 对不对 真的是公元前的2500年就有了 牛吗 特别牛啊 喜欢 天生喜欢赌 天生喜欢赌 这个没办法 而且在那个年代就已经有青铜器了 就我们 我之前也说到了 它的这一个和我们三星堆的这个文化之间的这个关系 其实那时候的这些青铜器已经非常非常发达了 青铜器相当于是那时候最高的一个科技水平 这个你们知道是什么吗 这个上面你们看到了 有两个小洞洞 是吧 中间有个大洞洞 后面还有一圈刻度 它这个是当时的一个表 一个计时东西 旁边两根木棍 中间一根大木棍 然后根据太阳的角度 然后它的影子倒射到哪个点 就是几点钟 那个时候的一个计时工具 是我们刚刚旁边的这一位导游跟我们在讲 Thank you 那时候的这些人也已经会系这种项链啊 戴手镯啊 也知道要漂亮啊 也知道要漂亮 所以远古的文明不是像我们想象当中 好像都是一群只会那种 哦哦啊啊然后抓点东西吃 不是这样的 你去想 那个那个时代 他们其实已经有美了 你看这些青铜制品 那时候就已经会涂眼线了 化妆 哦化妆 涂眼线 那个就是铜镜子是吧 道友刚才说 刚才那个就是以前的话会非常的亮啊 就是一面铜镜子 那时候就用青铜来做镜子 然后这个 这个我刚才在问道友是什么 他说是当时去那种种出来的稻米 就用这个东西搓 就能够把那个稻骨给搓下来啊 把它搓下来 所以它这个就是 拉东西的车 还有这样的壁子 我们的梳子啊 哦那时候就有这样的船了已经 太扭了 诶 骆驼 骆驼奶 骆驼奶 好 我们再去看看它现实中那个古城啊 现在还保存的什么样子 我现在进入了摩亨佐达罗的这个城市里面啊 这一个史前的一个遗迹 看到这些缠缘断壁啊 然后你就听着我刚才那个故事 就包括印度史诗里面所记载的 那个类似于现在所说的 像就广岛长崎那里爆了原子弹 以后所发生的这一些个景象和实中描绘的一样 其实除了古印度的史诗里面有这个记载 其实在圣经里面也是有记载这一类的一个事情的 圣经的创世纪里面就说 那个罗德一家他们住的那个叫索多玛城 神决定要毁灭这座城 然后告诫罗德一家你们赶快走啊 千万不要回头看 结果呢罗德的妻子没有听神的那个劝告 回头看了一眼 然后就被一道强光杀死 然后第二天他们回望那个索多玛城的时候 就感觉那个地方就是烟雾升起如同烧窑一般 也是通过一个非常强力的一个东西啊 就是发出了巨大的光 巨大的热量 毁灭了一座城 我现在就站在了这一个 魔魂左大楼的这个城墙上面 可以看到他当时的这个城的规模是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所在的这块区域 其实他开发出了一点点一点点 这座城当年说是可以容纳 起码是三万人 甚至多达可以最高的时候达十万人 说是那么巨大的一个城市 所以说我们的夏朝啊 其实就是那时候的这一边 然后你和我之前去的那个哈拉帕 那个故事 哎呦 连起来看的话 你其实就能想到一些什么了 你说像哈拉帕什么那个城市 当时是夏朝的都城 他们为什么要搬 对不对 是不是因为就是这个地方 离他四小时距离的这个地方 魔魂左大楼这个地方 砰爆了一颗原子弹 然后大家待不住了 然后就走了 很多人说是哦 由于亚利安人的入侵啊 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的 造成他们那边的人跑了 其实我觉得你亚利安入侵 你不至于要跑这么这么远吧 对吗 你跑到了我们昆仑山 喜马拉雅山的那一边 他们跑那么远为了躲什么样 对吗 你躲战争没必要躲那么远 那可能就是躲河豹 河豹 你们那两条山挡着那是不怕的 什么呢 有摩昏浙大楼 哦 摩昏浙大楼 哦 在他们的前上面就是有摩昏浙大楼 啊 对 就是这个 他们的20卢比上面就是有摩昏浙大楼 谢谢 谢谢 你给你摩昏浙大楼 这里有一个水池 这边 这边 OK OK 谢谢 好 我走过去看看 他说他们当时城市居民就已经在这个地方开始泡澡堂子了 啊 那个澡堂子带我去看一眼 现在我就在他的这个古城的遗址当中啊 您可以看得到这边也都是有下水道 是啊 这边都已经下水道 这个巷子其实跟你现在的这个巴基斯坦也行 伊朗也行 这些巷子都很像 这些小路 当时这一边都是楼房 都是两层楼三层楼的这种楼房 啊 我们再去看看那边 哎 你看这边下水道啊什么都有 所以他们整个的排水系统啊什么在那个年代中建的很好了 不要用现在的思维去想这个一个城市怎么样 你要想这个是在史前啊 是吧 这个在上古的时候啊 我们走在这个街道上 你看这个街道其实一点都不窄 那个时候说明有很多很多的居民是在这个地方生活的 当时的这个文明啊也就被定成哈拉帕文明 OK 这边 哦 浴池啊 这里有个浴池 所以那时候也懂得享受生活了 跟我们想象不一样是吧 那时候的人以为都在那个地方 吃鸡啊 抓羊啊 没想到他们都已经知道物质文明的生活了对吧 你先造个大池子 大家城里的人没事可以到这个地方来泡个澡 哎呦我真的是挺享受的呀 然后这位老先生还说让我到那边那个角度就跟他前上的这个角度是一样了 我们从这个角度然后回望他们的刚才的那个塔 呃就是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就跟前上面的这个角度是一模一样的对吧 看到了吧 下面这一个池子 然后上面就是那个塔 一模一样 然后从这边走过来啊 我看到了这个水池 水池你看这个地方 就是有个可以把这里的水排出去 排出去一直排到印度河里 这边就是在印度河的附近了 我的天没有这个向导带路是要迷路的这个地方 是吧 这个当时都是烧制的砖了已经 这些砖已经不是普通的那些泥砖 这个都是已经烧制过的砖了 呃这个就是他们的这个水渠 当时就已经会在这个路面之下建水渠 你现在还有好多城市好多村子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水平的对吧 你公共的一个排水渠 公共的一个进水渠 这儿你看当时的古井这个地方还会有井地下水挖出来 然后更成立的人 他说当时在这个地方会建一个水塔一样的 然后从这边可以把这个水啊什么的都往那边排过去 啊地势倒确实是这边高那边低啊 你想想走在这样的一个古城里面 这个就是当年皇帝啊 夏朝啊 那时候大鱼治水 是吧 我们想象当中治水可能治的是什么黄河长江什么的那个水 其实他治的是哪里的水都不知道 对吧 女娲补天 补的是哪里的天都不知道 垮腹追日 追的是哪里的日都不知道 你说对不对 就是那个时代的事情啊 那个时代在这个地方已经有这样的一片古城了 不远万里啊 赶到这个地方来来看一下巴基斯坦的这个摩横佐大陆 真的还是挺值得看的 它比那个哈拉帕保护的好得多了 哈拉帕那个古城它的历史意义在那个地方存在着 但是其实去看已经没什么可看的了 这个地方其实你来看它的整个的遗迹的这个状态 还是保护的非常好的 当时出土的时候这边真的也是懵了 那还出了那么一个地方啊 前面也不知道哪里来后面也不知道去哪里了 后来经过史学家的这些研究啊 慢慢的就发现了啊 来龙去脉啊 原来他们之前是从苏美尔那边过来的 苏美尔文明到了这边以后 然后就跑到了中国的四川那边啊 去游了那个三星堆 但是三星堆去哪里了 后来也没人知道啊 那可能就要根据以后的这个考古学家的 慢慢慢慢的研究才能知道了吧 啊心满意足了心满意足了 这一次想看的东西基本上也都看到了 巴基斯坦这一次来 其实我心目当中我最想看最想看的就是这个地方 没有想到这个地方来的那么快 那么早我就能够看到了 我还在想以后有机会以后有机会 没想到这一次那么快 哎呦看完了 现在我们准备上车 哎呀然后去找一个城市住下来 这个地方啊找住的地方 我们不是说要找哪个酒店 我们是要找哪个城市啊 啊有good city和bad city啊 我们的司机是那么说的 good city就是有好酒店 bad city就是说都是那种花毯子的这种酒店 我们也吃不消住 刚刚呢也跟这个向导 我们问了这个向导 我说那个有一个地方 有那种就是结晶体的那种地方在哪里 也就是说河报当时它报道的地方在哪里 然后我们那个向导说它很远 在这个城市的另一边 就是这个摩托佐大楼的另一边 然后也是以那个中心点它损坏的最严重 然后逐步逐步成一个放射状的一个出来 然后到我们现在这一边 这一边它保护的保存的就比较好 然后它是这样子的一个形状 所以它却是一个圆形的一个爆炸 是这样子 所以的话 我们不要低估古人的智慧 不要低估古人的智慧 我们现在穿过的这个就是印度河 大名鼎鼎的印度河 又是文明的发源 哈拉帕 印度河文明